火箭搞定争冠最重要的人,不是詹姆斯,也不是保罗,这次夺冠稳了自从上赛季西部决赛出局之后,火箭队一直没有停下招兵买马的动作,他们不仅在自由球员市场上招募詹姆斯,而且也在尽全力想要留住球队中的核心后卫克里斯·保罗,现在保罗差不多可能已经要留队了。 但是对于詹姆斯来说,火箭队是真的没有什么办法了,到底他来不到火箭队,这是谁也说不好,但是虽然可能火箭队搞不定詹姆斯,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搞定了一个最重要的人,他就是球队主帅迈克·德安东尼。 德安东尼以前在太阳队做主帅时,就已经非常成功的,他手下的太阳队的打法那时候在NBA里非常另类,手下的核心球员那时两次夺取了赛季MVP,而斯塔德迈尔、马里昂等球员,也成为了一流球星。 现在德安东尼来到火箭队之后,把火箭队的打法风格也改变了不少,首先就是魔球理论,他要求火箭球员们只打篮下和指头三分,这样子的话才是最有效率也最经济的得分方式。 而现在的火箭队最强大的阵容就是五小阵容,虽然有山寨勇士队之嫌,但是在场面上并不输于勇士队,这从本赛季西部决赛就能够看出来,能够给勇士队造成麻烦的现在看起来也只有火箭队了。 但是火箭队现在的问题是球星太少,所以他们也在一起招募詹姆斯加盟,今天的好消息又来了,但是并不是招募到了詹姆斯,而是火箭队选择执行主帅德安东尼合约里的球队选项,是的,除了球员合同里有球队选项之外,主教练的合同里也有这一项。 火箭队管理层选择了执行德安东尼的球队选项,也就是说,未来两个赛季,2018到2019年和2019到2020年德安东尼都会作为球队主帅留下来执教的,虽然这事看起来并不起眼,也不如保罗续约,或詹姆斯加盟看起来震撼,但是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, 毕竟对于火箭队来说,有了好教练才有得来争夺总冠军的可能,而火箭队争冠最重要的人,非德安东尼莫属,甚至比哈登和保罗都更加重要,德安东尼在执教两年,这也意味着给火箭队上下吃了一颗定心丸,火箭队不用担心未来的战术打法会有什么大的改变, 也不用担心主帅的不称职,毕竟德安东尼是这个联盟里最好的主帅之一,在德安东尼的带领下,再加上哈登、保罗,可能还会有未来进入火箭队的巨星,那火箭队在未来几年之内都会成为总冠军的有力竞争者,因此这个最重要的人,并不是詹姆斯,也不是保罗,而是主帅德安东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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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